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更高的收入之余 还可展开不一样的精彩人生 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人 被海外高薪的就业招聘广告吸引 通过中介或者亲友的介绍 申请到海外工作 然而这些工作 有的却不是如广告或亲友口中所说的一样 是一份安全高薪的工作 事实上这是一个人口贩卖的骗局 许多受害者家属为此公开求助 希望政府能营救他们受困于国外的亲属 究竟身在国外的受害者 面临着什么样的遭遇 而他们又应该如何求助呢 今天就随着活力加油站 一起探讨出国打工 可不可靠吧 是的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能够邀请到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 Dr.Sue张天使举称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探讨这个话题 Dr.Sue你好 Dr.Sue你好 Dr.Sue因为其实就是出国打工 什么卖主宰 我相信以前到现在我们都听到 那么近期就有很多报章 就是怎么说 就是有报道 就这些的就是出外打工 其实打工并不是他们想要的一些工作 然后还被恐吓被打等等的 我相信Dr.Sue你也就是 接触过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些案件吧 是 因为我接到那些案件 全部当他们发生的时候 要求救的时候 我才知道这种事情发生 我们现在讲卖租载卖租载 我们其实卖租载就讲到 以前我们的祖先的那一辈的事情 那现在大家有读书 有网线 懂的东西也很多 真的就是卖租载吗 我们现在看到情况跟以前是一模一样 现在发生的情况 你看以前我处理的时候 知道开始在九十年代 这些很多我们大马人去外国 陶金那个时候 你要分辨 卖租载跟跳飞机不同的 那时候很多去跳飞机 跳飞机他们去工作 当他们发生问题的时候 然后我就怎样把他们带回来就回来 现在这些卖租载这些是不同的 他们以前全部是坐飞机其实对 现在全部很多 我看我的记录里面有八十八仙 就经过罗隆地区 那其实就是一些可能国界之间 然后防御没有这么严的地方 可能会有走私 可能会有偷渡的这个 叫做罗隆地区 罗隆地区 罗隆地区 可是杜徐载你说现在越来越多 这样其实这些人或者寻找工作的人 他们是透过什么方式接触到这些 就是国外的这些招聘的公司 好 根据我所知道的 就是说我问这些受害者 我问他们 到底你怎么样会过去 他们的故事他们告诉我 很多就是说朋友介绍朋友 朋友介绍朋友 是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 有一些 他们不熟的一些人 来到咖啡店那边 来去问 你们要找工作 这个薪水很高 你们过来没有问题的 你不怕这个谁的儿子就去 这个谁都有去 大家一起去 我知道有一个甘榜 五个一起去 他就朋友爸爸 大家就是朋友一起去 赚点钱回来 还有一些就经过网上 看到了传统 这个是最普遍的 那都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近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案件 是否是因为就是我们前两年 我们疫情嘛 我们有MCO啊 很多人失业啊 所以大家都出来找工呢 对对 其实这件事已经发生在 最后一年 最后一年 但是今年才爆发 最后一年就很多 就找不到工作 好像我 最近我们有救到几个 说你也不相信我 14岁 15岁 他们的思想不同吗 你也能够把他们带出去 那么我问他的时候 我说你为什么你们要过去 他说我的父母找不到我 我看到他们这样可怜 又欠人家的钱 又什么 所以我们去找一些工作来 赚点钱来帮我们的家 有什么错呢 我还有小弟弟妹妹 所以看到我父母这样惨 所以他们就 很多这些年轻的 14 15岁的都带过来 从你接触到 你刚才有讲到说 这个offer好像很好 那这个offer到底有多好 那让这些人 一无反顾就这样 就join了 有free holiday 薪水这样高 最少六千到一万 六千 他问你在这边做多少钱 一千块 那不然你在那边做六千块 八千块 你不如在那边做一年 好过你在那边做七八年 不过他们在那边做 真的是可以拿到六千到八千 还是去到是片脸的 去到那边做 肯定 如果拿到七八千 哪里会来找我投诉 哪里会来找我求救 是 现在都说他们在那边 虽然说是非法工作 也是不是他们想要的工作 那工资还是拿到的吗 是没有这样多 还是完全没有工资的 其实有公司的 这些公司好像我听 我这些所有人跟我讲 他们是诈骗公司来的 是 是个企业集团来的 是 是聘用我们这些马来西亚人 去那边 因为为什么他们要选马来西亚人 因为马来西亚人 他们说第一 他们讲很多 多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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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 就是说他们有这个精神 有这个智能 来舒服 来骗 真的都说你讲到他们是诈骗公司 所以诈骗公司是透过打电话去诈骗 还是用其他的方式呢 根据我所知道他们跟我讲 是全部用这个电话 他们给他一个电话 他们会教他怎么做 你去看他 哪个语文比较方便 所以说OK 他就骗他看 所以他根据我的消息 所以他们说骗很多美国人 美国华侨 他说 还有骗很多本地人 还有新加坡人都有 是… 这样那些受聘的人 英文也是要蛮好的 对… 对不对 所以你们说他在就是聘请这些人 他有某些的目标或者目标 就是说你调年轻 英语一定要好的 类似这样 就是一定要 你要会讲普通的英语 这样 所以他们过去之后 据你的了解 这样他们被骗去了 他们可能被安排做一些工作 是在骗别人 那最后这个尽力 他们到底是在做些什么事情的呢 肯定他们要找一些人 过去那边骗 那么他们目的是骗钱 对 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些集团 非法集团 我相信除了就是在他国 别的国家已经是一个集团 他应该会在本地之类 有和其他的一些集团挂钩 然后才可以去再聘请人 是这么说吗 根据我的报告 就是受害者跟我讲 大多数是本地在骗本地 本地骗本地 他可能有Agent在这里 不是 这些Sindicates也是在买Malaysian 所以很遗憾 I very sad 就骗Malaysian过去 所以我记得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报告 马来西亚其实在国际上 在联合国里面 我们在这个 人员的这一块里面 We do not have a good reputation 那目前情况 这个情况是不是跟 也会加剧或者影响我们在 这个人口贩卖这个 或者偷渡这个部分的生育呢 我们的政府都有尽他们的力量 尤其我们的警察 以前我们有这个 紧急法令 ISA 那时候就 从来就没有到 你看他们有这个state Tier 1 Tier 2 Tier 3 所以我们一路都是在Tier 2 Tier 2 Tier 2 Watch Tier 3 现在好像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灰色地带 对 可能大多数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就是加强 我们有关的这些 法律上的一些追究 類似这样的东西 一定要考虑 我西方 我们的政府要考虑一下 还有 现在我们的国家 已经Tier 3了 Tier 3 就比较到很多 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 很多国家 所以我们变成Tier 3 所以民意上是 可以说很不好 所以在这个 所谓的出国打工的骗局里面 大家每一个人 都要负起责任 非常的小心 那我们再自己 先休息一下 千万别走开 那待会呢 我们还是依然有Tier 3 还有我们请到 其中一位的这个受困者 来到我们的现场 和大家分享的 欢迎继续回来 那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话题 就是出国打工这件事情 不要随便地相信了 我们在现场呢 有我们的 大致睡张天寺菊生 那同时呢 我们在这个单元呢 也请到其中一位 成功脱困回到马来西亚 在这个骗局底下的受害者 他就是陈万庆 万庆你好 万庆你好 你们好 谢谢 那万庆我想问一下 那么其实你回来马来西亚多久了 我已经回来有三个星期 两到三个星期之间 也是从柬埔寨回来嘛 对吧 是 从柬埔寨西港那边回来 那万庆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你当时是怎么样去接触到他们 然后你看到的这个工作提供是什么呢 没问题 是今天来的目的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本身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呢 就是在寻找这一些机会 因为毕竟我想要多一点的这个 找到更加多的这个赚钱的这个机会嘛 所以我就在网上找 然后发现有很多诈骗的信息 然后我就回去看我们大学毕业 经常看的网站 所以我就进去下载这个应用 去看它的里面的东西 然后我找找找找找 发现到有一家公司挺不错的 它也是在柬埔寨 但是我知道最近柬埔寨很多的课题 很多的卖租载之类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很担心很怕会有这个事情 所以我去查 然后也跟那个HR Manager 就是他们人事 还有他的老板里面试过 然后他们也给我讲解 他们本身是槟城人 他们是马来西亚人 他们说这个绝对没问题的 我们槟城人是绝对不会骗槟城人的 据我所知 他们在槟城有一间 在乔治市 JOSTA那边有一个自己的 有自己的这个办公大楼 然后也有四年的时间 都做到很稳定这样子 现在他们要把他业务 转移到这个柬埔寨 然后那时候 我跟他沟通的内容是说 我过去那边是 大家一起配合项目 一起合作 然后当一个领队这样子的东西 一个Team Lead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挺好 这个是一个很机会 然后柬埔寨 或许是一个很危险的 但是我听他给我再次的保证 然后他跟我说 这个东西是受到 马来西亚政府承认的 会给我EPF 之类这样东西 就是美化整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 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所以我就想三思又三思 最后我决定过去 那当时提出的这个薪水 大概是多少 他是有给个底薪 大概是在一万多这样子 但是看表现 还会在地震这样子 那你什么时候发现货不对办 对 已经太迟了 其实他们安排我 全部东西过去 包括机票交通 各种方面接送接我去机场 然后机场接我出去 当我踏入他们的这个车 因为他们有一辆修理车 在那边接我 那我上到车上 就发现很不对劲了 因为一辆车里面有四个人接我 一个司机 一个是坐司机的旁边的 还有一个坐我旁边的 还有一个是坐我后面的 然后都是柬埔寨人 他们会说中文的 然后我就问他公司的事情 公司情况 他说你什么都别问 到了你就知道 别问那么多 坐好来 然后他跟我讲到客气是 的语气是很不客气的 很不给面子很不客气的 所以我觉得说很不对劲了 我是很危险的 然后坐了几个小时的车程 然后我就到了那个目的地 然后我就发现到很多黑衣 黑藏裤的人在那边 其实他们就是后来 我知道他们是一个雇佣军来的 有好几百号人在那边 手持着枪械 不是普通枪械 是那种机关枪那一种的 然后甚至我看到手榴弹 所以我进到里面呢 就把那个各种各样的注册 拍照啊 搜索 我整个全身啊 就当我好像是一个犯人 这样子去搜索 然后我知道完蛋了 我上了这一船 我出不去了 然后过后呢 他们就开始分配工作给我做 那我还没讲这个分配工作 我大概可以介绍一下 这边的这个情况 它是在西港 一个叫做Victoria Parallite Resort 就简称VPR 然后这个地方呢 有七千个人 七千人口 因为我在进去里面呢 我知道我已经完蛋了 我必须要进我的这个观察 周边去考察 去了解 趁或许这个是我保命的一个渠道 他们为什么会在那边 因为他们逃犯 那本身有命案 有一些刑事案 重犯 然后也有自愿的过去那一边 当然很多都是因为 可能好像我这样的情况被骗 因为我谈的东西 跟去到那边的东西 完全是不一样东西来的 所以他就跟我说 你的东西要等到 试用期后才来说了 你现在在试用期嘛 所以所有东西 我们必须要给你一个考核 给你一个KVI考核 以这样的做借口 那我没办法 我能听到分配工作 基本上有两大工作 因为他们从事赌博网站 对 其实赌博可能你会赢钱 但是在这一家公司 这个赌博网站 它是纯粹是一个养猪圈 我们就要把猪圈进来 然后把你养肥然后宰你这样子 它就是一个圈钱的一个钓鱼网站 完全不可能给你赢钱的 就算你赢了各种方法去拖欠你 然后这个网站方面我也 详细的话我也告诉了 这个有关当局 这个细节全部东西 然后第二个工作就是角色扮演 他有稿给你去念的 我去找一个老头 我的身份不是万青 我的身份是一个小女孩 各种骗 各种骗 这样去套我们的地方 而且这个是马来西亚人 去骗马来西亚人 也有骗新加坡人 所以我在那边发现到 有一个情况就是说 它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叫太子党的 是我通过了解观察之后 发现到他们是有一个组织 叫太子党的 太子党期限来说 它是中国人和这个缅川的人 来控制的 缅川就是缅甸那边在金三角 然后后来又有这个马来西亚人加入 所以他们分工很清楚 中国人骗中国人过去 马来西亚人骗马来西亚人过去 所以那边有80%是中国人 剩下的是什么人呢 就是马来西亚人 新加坡 泰国 还有些印尼的国家 这样我也想问你 你发现问题的时候 你就如何就是接下 我们的Dato3呢 我本身 那时候还没有接触到Dato3 我本身在那边 其实就是有观察了很多东西 其实他们的业务 是真的是很复杂的 其实他们自己 除了从事这个赌之外 还有黄和这个毒品 是 其实他们本身很知道 就是说有两种东西 可以控制那边的人 一种是用毒品 一种是用恐惧 他们会告诉新人说 你不可以出去 外面很危险 真的很危险的 其实最危险的就是他们 他们才是最危险的人 那Dato3我想问一下 那一般上你接触的这些案件 都是类似这样的吗 差不多是全部一样 所以也就是说 多数都是被骗的吗 还是有没有人是自愿过去的 如果你问我 我相信是 大多数是被骗的 有一些警察 他们告诉我 比如说 当那些军事去救他们的时候 那些大马人肯定他们一起 就全部一起走 就叫 来 我们一起走一走 他们有一些不愿意我 他不愿意我 为什么不愿意走呢 为什么不要一起跑呢 因为他也是害怕 因为有可能太怕 或者他们自愿 你自愿他为什么要跑 还有我又听到有一些 在他们的一起见面的时候 那些说孩子见面的时候 有问起来吗 来 一起跑 他们不要 不愿意 是 那我想问一下 那当你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其实就是有关的非法集团 有没有再对你做出 任何的一些举动呢 就在刚才Dr.3在受采访的时候 他们一直用我的这个 因为他们没收了我的手机 然后那时候他们是 以各种恐吓威胁 你必须打开你的手机 打开你所有密码 他们换了我的这个密码 然后比如说微信 把我微信的钱全部转走 然后换了我的Google的 这个Gmail的所有的密码 因为我有几个Google 里面有他们的证据 因为我是不甘于沉默在那边的 我会把他们的证据 尽量都拍到完 包括视频 有一个视频 我就冒着生命危险 拍到我已经发给相关当局 都发过去了 所以他们现在不断地 在侵入我的这个账号 其实他们都懂我的东西 知道我是谁 知道我的家人 知道我的老婆 全部都知道 所以甚至他们用各种 哄吓的方式去做 是 然后我也把这东西告诉有关当局 问题是 这个力度不够 那就是我想问一下 一般上如果好像 我们的万青面对这样的问题 应该做些什么呢 怎样跑出来 全部被控制 安全那边 根据我所知道 不是只有用墙 用M16在那边 对 怎样跑出来 只有希望就是说 那边的警方 去救他们出来 救这个希望 是 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 主题的目的 让大家更了解 这一件事情 或者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骗局 一个陷阱 希望大家呢 三思 你再要出国打工 看到这样的一个 offer的话 或者是这样的 招聘广告的话 多了解一些 是 那我们在这里 先休息一下 那么待会呢 我们也会联系到柬埔寨 来看那边的情况 又是怎样的 欢迎回来 那我们这个 单元我们继续要谈这个 出国打工不可亲信 这样的一个 比较严肃的话题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现场 除了有我们的 张天寺菊森之外呢 我们也联系到了 目前身在柬埔寨移民局 遣返的这个居留厅里面的 八位受害者 来听听他们的一些 亲身的体验 没错 那么目前为止呢 我们就成功联系到他们 我们一共有八位的 是 可能我们来先说一下 Terence 你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听到 是 那目前其实你们在里边 多久了呢 多久了 我们在这个柬埔寨的 这个淡明云均已经超过 两个多月了 超近三个月了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那有没有大概知道 需要被拘留多久吗 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还没有 有个确认的热气 说我们其实也被遣返回国 到目前都还没有 但我想问在 可能你们在之前 你们是透过 怎样的一个形式 会去到柬埔寨那边工作的 一开始我们这里 半个人都是通过这个 面子书上面的 一些招聘广告 然后是做什么工呢 你懂了 然后 类似他所标记的东西就是 所谓来自的 柬埔寨 就是做那种 补厂里面的工作 然后你们几时去到的时候 才发现 货不对版 那可能工作又不一样了呢 因为我们一到了柬埔寨的边界 就是到了这个 这个 就是从而我过去 被被 我过去 怎样 那里就开始被人家挟持了 被人家绑 被人家禁锢了 就把我们带到来 这里这个 这个 所谓的那种 鞋持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 是有重型的武器 手枪什么之类的吗 有些是有 比较小型的那种手枪 那种小法的手枪 那你们被鞋持之后 其实 然后你们发现 被骗 然后你们有没有做出一些 就是反抗的 一些举动 他们也有没有伤害 有一开始 有一开始 我们就是每个人都很不愿意 这里的情况就是 每个人都很不愿意 就反抗 然后我们就遭到 遭到他们的毒 之类 那Terence 我想知道 你刚才说 你本身的经历是 本来是说 去那边的赌场工作 到那边被挟持之后 你们被要求 做什么工作呢 一到了第一天 就给我们 我们通常网上到 第二天早上 就会叫人家 把我们带去他们的办公室 就是 在网上里面 杂鞋 就是 教我们怎样寻找目标 教我们怎样杂鞋 他会有专业的人才来 连去我们 哦 是 那我们不普通 他们就打了 一开始 他们会用手脚打我们 如果再反抗的话 他们就会把我们 拿那个电棒来电 打 然后会把我们关进 一个小屋培屋里面 到屋培我们 饭吃都给水喝 这样 锁住面 通常是没有运气 然后就锁住手铐来打 那么其实我想问 就是你讲没有饭吃 没有水喝 被困在里面 大概他们会困你多久 看情况 就看他们的心情 就是这种 因为我们就 他一直就是要 这样子来压毙我们 去服从他们的那种手段 他们的医师 他们的公司的困局 就是 我们有些被几个小时都有 有些甚至一天一夜都有 三十个小时 三十个小时 一个最高纪录 这里有一个三十个小时 被锁住手铐里面 所以 不可以打小便 不可以打小便 又不可以躺住 坐住 站住 三十个小时 就站住三十个小时 对 因为那个小黑屋里面 它很小 就是真正的一个小黑屋 就是一人一进到去 只能转个身份了 什么都没有人 那目前 知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会被拘留这么久 还是说 这个是他们当局的一个 SOP 就是拘留的时间 是相对来讲比较长的 这个我们 再详细一点 我们真的不多 因为我们 基本上我们自己问 这里的公司 是 他们就有跟我们讲的是 可能是他们 有一些程序 改变条例的东西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们有问过这里的公司 他讲 以前在这里被救出来 要被遣返的 是不会超过六十天里面的 但是我们这里八个人都已经超过了 是 那我很想问一些问题 就是当初就是你们是透过什么方法 可以成功逃出来的呢 我们 其实我们在 二月 一月多的时候 一月多 二月的时候 我们 三个人 开始的时候 就是 就是 透过张天 是DATO3 就是DATO3 就是DATO3 每个钟 请求他帮忙的 客人还有什么选择 第一个 其实这里全部 都是经过DATO3 的 全部都是经过DATO3 帮忙我们的 所以 其实有些 在一月 二月 三月 十月 刚才你说透过DATO3 意思就是说 你们可以通电话 给你们的家人 然后由这里 马来西亚的家人 再去和DATO3 做一个解采 对不对 一开始的 说明是这样的 因为 我先讲 我本身的经历 因为我一来到 我到柬埔寨 是一月 一月多 然后 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很不愿意的 然后我每天就有反抗 甚至反驳他们的主管 然后他们就 打我 电我 甚至我自己本身 也被电过一个十五分钟 就是 就是他们一直打 打了个电话来 100W的电话 我十五分钟 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一直反抗 那时候 然后结果 我就try out 我家里 我都真的 讲假通 是我家里的 一开始 他们是不给我们拿手机的 然后我就慢慢慢慢 就好像服从他们的做事方法 就是 我是好像讲 假装这样的意思 因为 这个是我唯一可以自救的方法 就是我要配合他们 一开始 然后我自从我一开始 慢慢配合配合他们 他们就开始 没有限制我电话 一开始给我一天 只打一个call 这样子 baby sometimes 打 只可以给我视频交了 一个三分钟 这样 而且是他们的人看住 反正 因为我一直开始 慢慢配合配合他们 然后我就开始 contact到斗斯利 所以他也是教我同样的方法 然后他们就没有查我手机 这两半手机 每天基本上 会有一个专人来查他们的手机 看有没有跟外界联系 所以你在柬埔寨那边 就是为了怎么说呢 就是符合他们的一些要求 你这么工作了多久呢 在这段期间 其实我工作的是大概两个月 三个月吧 我们是四月十号 才被当地的移民局 当地的主帮救出来的 是 有一个是三月多 一个是三月多 是 那我想问一下 那个时候你成功 就是联系到我们DATO3 DATO3用怎样的一个方法 你怎样从里边 然后就可以出来呢 他们直接就放你出来了 还是怎样 我这里的他们的concept是这样的 他们没有讲好像 我们马来西亚这样子的operasi 他们会有大扫堂的 不会这样的 他们这里啊 我们已经做了这个 我们做了这个 报了钱 或者我们也是 有点 进了自己的 然后他会这样子 会派那种所谓的警察 那种宣定 然后去那个 我们所谓的园区工作的地方 会只是把我们这些 有报警的人救出来 其他他们是没有管理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当你离开的时候 在那一个地方 还有其他的马来西亚人 还在里面 对 因为有些 我们是这种是很不自愿的 我们回过的 其实有些已经在这里很久了 他们是已经是 跟所谓的园区老板是已经有很好的关系 已经工作很久了 所以讲他们那东西 有些是愿意的 他们不要回的 我们这种 我们会报警的 我们是不愿意的 有一些也不愿意 但是不愿意 有一些也不愿意 因为他们会恐吓 恐吓我们的家人 我们真的打到电话去 勒索我们的家人 跟我们的家人要钱之类的东西 Terence 这样子在那个园区里面 是只有马来西亚人吗 还是说还有其他国家的受害者 大部分是中国人 然后会有一些泰国人 会有一些越南人 本地人会有很少 很少的 他们本地人在里面都是做翻译 马来西亚人也不会很少 只是每一个园区都有 但是我所带过的五个园区 我所看到的 在我所看到的都有五十多个六十个 接近这样的疏忽 所以这些其他的外国人也是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可能网上招聘 然后进入这家公司还是怎样 有些他们中国是 他们很明确 他们知道要来干一些 做些什么事情 但是如果是外国的 大多数公司被骗的 甚至越南 我们这边里面 越南也是有十多个 然后泰国的英国 然后他们基本上 都是被骗过来的 很多国家的 我相信 是 我相信Terence和其他 这个气味的他同伴 也非常就是想念你的家人 对不对 有没有一些话 要和你的家人说的呢 因为我们 到时候 因为马来西亚的MCO 我们就 真的在那方面 那时候我们很难找到工作 然后就看到网上 有这样的邮待 找天 其实我们过来只是 希望赚点钱回去 养活我们的家人 孩子 因为我们已经 几个月没工作了 这里八个人 全部都有家庭了 全部都有自己的孩子 学费也交不起 学费也交不起 车也被拖了 车也被拖了 物质有些也公布到了 因为我们没有赚 全都没有赚 所以我们家里 因为我本身 我太太也没有工作 他们的太太也有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 家庭的支持 也是靠我们 所以说家庭现在 非常非常需要我们 可是我们什么都做不到 在这里 非常的非常的困难 是 有没有什么要跟… 我还是要赶快去 家庭和家庭 因为我老婆又没有工作 是… 好,那么其实我们也就是 在这里也希望 就是可以尽快 可以把你们 就是带回来马来西亚 对 那我们方言有一句话说 要头发病 我不想走辣泪 对不对 其实都是为了家人的 那在这里可能 我们要问一问Dato 3 那么Dato 3 其实在之前 就是他们说 透过来找你嘛 对不对 那么其实那个时候 我相信你接到的 很多的不同的案件吧 其实他们家人来找我 开始是家人来找我 过后 他们本人也拿到我的手机电话 是 他们直接也联络我 所以在这方面我就知道 很严重了 所以我发现了很严重 是 那么开始是在 全部都是差不多 在这个一… 二月开始了 我开始接到这些投诉求救 是 Dato 3 这一次这八名受害者 都是经过你的协助 目前还在这个俱录所里面 那这个是通过当地的警方的配合吗 这个援助援救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大概跟我们说一下 好 OK 这些八个人 我老是跟你们讲 就是说 最重要是在 我们这个 警察 我们本地的 interpol interpol 然后他们就联络 这个 Cambusia的interpol 是 那么我又通过这方面 我又通过这方面 我又通知我们这个 大使馆 我叫Mbassi 所以Mbassi方面 就也有采取行动 所以说他们 不单单要靠interpol 他们也去找到 Axenapol Axenapol 叫做Axenapol 所以在这方面 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我们的大使馆 在那方面做了很多 还有我们本地的警察 还有我们的外交部 是靠他们的能力 才可以救到这样多了 我的工作是一路固定 一路固定他们 一路经过这个传媒 经过Media来协助 来 不是说交易 经过Media 因为那时候 已经这样严重了 所以Media在那方面 每一个都要 配合得很好 所以就说 全部的力量 我们才八个 但是不止八个 还有其他的 我们有救到其他 这样的都是我想问一下 因为他们在那边 逗留了蛮久的 那么有没有说 一个预计的时间 其实可以把他们 带回来呢 没有 现在是这样 他们的国家 他们有他们的法律 一样我们马来西亚也是这样 你被扣留 你要经过法庭 你要经过什么 他们有他们的那个 那个 那么大使馆是用人道立场 只有用人道立场 那么人道立场是怎么样呢 大使馆就给他们知道 你看Media的那个传媒 又弄到这样大了 那么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纪念也很重要 所以他就大使就有向我们这个 那边的 加坡德州的 总统主席 总统主席首相来要求他 但是也是慢 前天他们有联络我 大使有联络我 他说他去找加坡德州的总统 找总统主席首相来 再协助他们 那么在这方面 他有派那些官员 去里面团队 去盼望 去盼望 见他们 还有买东西给他们吃 就是给他们一个舒服 如果没有 他们全部是很惊喜的 但是你看 不止只有马来西亚的 纪念在里面 还有其他国家 所以你说公平不公平 我看他们也是一样 所以我听到就是说 泰国他们 managed to go back 很多送回去 我相信 Dr. Sri 一定就是尽自己的能力 希望把每一个受害者 都带回来 可能来到这里 Dr. Sri 有没有说一些话 要和我们的观众们说一下 就是可能如果我们要寻找一些工作 真的是要做一些 就是要查清楚 要小心一点等等的 其实 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那么你看 你自己有时候要看自己 为什么他们 你可以相信 他们给你的薪水很高 这个是一个技巧来的 他可以给到你 你做些什么 可以得到一万马币 八千到一万马币 在那边又不必什么做的 自己想一想 能有这种的 的什么马 Do we have this type of qualification 来 得到这样的工作 得到这样的工作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切 那么也那时候 发生的时候 一路 我看那个媒体都有提醒 但是 很奇怪 也是很多人去 是 也是很多人去 那么 给他们自己看 是 所以呢做每一样事情 我们先就是一直在说的 就先三思 对不对 没错 我们才后行的 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 Dot Street 来到现场 就是为我们讲解了许多 有关这些 近期很多人都是 在问这些卖猪仔 对 类似这样的新闻 而且今天Dot Street的分享 跟我们连线的这些嘉宾 也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 整件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也希望 在看节目的朋友 您身边如果有朋友 真的想要到国外工作的话 非常非常仔细地告诉他们 把这个背景什么都查清楚 没错 不要犯错了 那么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欢迎继续收看 这个时候我们放松一下 心情由我们的甜心小柱 我们请到的是 黄伟毅烹饪导师 来教我们做一道 应该说是网红蛋糕 对 而且有能够解思乡之情的 就是斑斓椰香牛奶蛋糕 靠牛奶蛋糕对吗 黄老师来 我们先看看 我们今天要准备哪些食材 好不好 今天的材料有 蛋黄是吧 蛋黄对 然后 然后还有糖 砂糖 细砂糖 然后这个是玉酥酥粉 玉酥酥粉 然后一些斑斑汁 斑斑汁 这个是芝士喔 这个是芝士 对 然后还有 这个是 牛奶 还有那个椰浆 椰浆 牛奶和椰浆已经混合在一起了 对 那就这样可以啊 真的很简单 因为为了要容易 让大家可以找到食材 就容易 好的 那我们马上下手来 动手做一做吧 首先我们放蛋黄 两个蛋黄 哦 这看起来很简单 这个也是在网络上蛮流行的 对吧 对对对对 这也是很火红的 然后 先放糖下去 是 今天老师非常用心 因为 找了这个食材 是非常容易找到的 那如果是刚好 也被我们今天主题了 你在国外的朋友呢 如果是私香的话 代表马来西亚 在我们的这个味蕾上 最有记忆的 应该就是我们的 潘南的这个香味 对对对 还有我们的这个椰浆 对不对 把它做成蛋糕 哎呀真的可以 一解这个香丝之苦 私香之苦 对 而且你一个人 在国外的时候 也可以去 容易找到这些食材 也比较容易 是 然后就顺序下去 然后是蛋黄 玉树酥粉 然后就把这个牛奶 跟我们的椰汁 已经预先餐好的 牛奶和椰汁 放下去 搅拌均匀 OK 然后 还有剩下两个食材 就是我们的这个 班兰芝 还有我们的芝士 对 所以 就放在去 放在水里面 就加热它是吧 对对对 我加热它 因为一般人讲的话 他们直接放在窝里面 煮都可以的 但是我担心那种新手的话 会容易把那个窝子 弄得一团糟 OK 这样子的话你就不用这么担心 但是你要一定的 不停的搅拌 所以下面那锅水 是先烧开的 对对对对对 就方便它煮的 变成一个团的感觉 然后我们要一直在搅拌吗 要不停的搅拌吗 对 但这个我觉得 我自己也会尝试 在家里做一点蛋糕 但我觉得方便很多 因为它液体比较多 搅拌起来不会这么累 对对对对对 我们一般做牛奶蛋糕 那就很累了 对对对对 比较浓稠一点 这个很轻松这样子 不过你一定要搅拌 是因为我们 它会变粘稠了 等它粘稠了之后 就可以倒进模具里面 然后煮的差不多 就是搅拌差不多 我可以把那个 拌篮汁也加下去 它就变成青色 好 就是我们最后一个 食材没下了 对对对对 就我们的姿势对不对 等到差不多这样子的时候 你可以把姿势也放下去了 就把它已经搅匀了 颜色也已经改变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 把姿势放下去 来 汤匙 好 因为我们在这个户外 在摄影棚里面 这个温度比较高 所以姿势很快就融掉了 粘盘子了 然后我们这个 把它搅拌到完全溶解 变成液体 稍微有点浓稠浓稠的感觉 就放进我们的模具 模具是什么都可以对吗 基本上我是 为什么特地选一些普通的模具 基本上你可以选一些 好像很美的模具 很玩意的模具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一个人在外的话 你也可以用一些普通的模具 最容易找 对 然后就这样子放下去 就可以了 这样子 所以非常贴心 今天大家 不管你在国外还是在国内 你其实在家里 也可以自己试着 来做这道甜品的 甜品 对啦蛋糕嘛 算甜品了 所以我们这个老师 还需要一点时间把它放进模具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的Recipe 看看这一个椰香烤牛奶蛋糕 对 到底是怎么做的 来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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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流口水了 因为看到这个成品 因为看到这个成品了 哇 这个色泽 还有那个味道 已经在我的脑海里面了 这边回荡 刚才老师有说 我们把那个所有的食材都放在一起 搅拌均匀之后 放进模具之后呢 就会出现这个样子 在出现这个样子之前 要放进冰箱 对吗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所有东西已经煮过了之后呢 它浓稠了 你就可以变成一个好像糊状的感觉 像Jelly这样 对对对 然后你就放进去里面的话 然后它的Texture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就拿出来之后 冰箱拿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把它切掉 就是看你要的什么形状 然后我就切条状这样子 这个就像 其实我们刚才预先也准备好 就把这个一块一块的 包装预先准备好的 sorry 基本上它的那个 它这样子也是可以吃的 如果我现在要多一点点的 就要烤箱的感觉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切好了 就放进那个 就这样子 这样子 插一点点的那个蛋黄液在上面 然后放进烤箱 放进烤箱 然后放进烤箱了之后 多少度呢 烤多久了 200度 只是烤给它有一点焦 稍微有一点焦 然后有那个蛋黄的那个香气 就可以了 对 太棒了 非常非常容易的这一道甜品 我们谢谢老师 教我们做这么好吃的这个蛋糕了 大家可以在家里试一试了 那你也不要忘记 待会我们的活力好购物 还有很多好看要推荐给你 一定要守住 那在下个星期一的节目 我们教你怎么辨识新冠还有dengy 就是苦痛热症之间的症状 守住我们的活力加油站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就告一段落了 我是俊斌 谢谢你的收看 拜拜 我的音乐 朋友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